一對曾經在金控公司任職財務長的夫妻檔居然轉戰糕點業了 你看到他們研發出來的就是這一種現在網路夯的不得了的 叫做蘋果年輪蛋糕 包括像是藝人江惠啦 還有周杰倫喔 他們都說好好吃喔 那麼這一款呢 從日本引進的年輪蛋糕 一開始這對夫妻檔因為他們研發的口味太甜了一點 所以當時慘賠了好幾千萬 經過了一整年下來的調整 總算研發出了台灣消費者喜愛的口感 而靠著網路行銷 這個年輪蛋糕居然呢 一天喔 可以賣出上千個 想要買到還不容易呢 得從項頭 抬到項尾 一顆顆模樣圓滾滾的蛋糕 一切開馬上看見好厚實層層包裹的年輪蛋糕 裡頭還有顆真蘋果 一口咬下去 不止蘋果滋味 甚至還有草莓口味 還是五彩繽紛的綜合版 就是這樣色香味俱全 好吃又好看的蘋果年輪蛋糕 竟然創造一年數億的營業額 年輪的部分 就很像千層蛋糕很紮實 然後蘋果還是很脆 不會有那種冰過很久的感覺 很好吃 蘋果的部分吃起來很有水分 而且蘋果是脆的 好特別喔 口感紮實 不甜不膩 讓許多藝人連挑嘴的台語天后江慧 天王周杰倫等藝人都沉浮在蘋果年輪蛋糕的美味 而店裡頭這一大片的名人牆更是老饕或名人造訪的證據 只是您知道嗎 看似簡單的蘋果年輪蛋糕背後 所以我們做出來可能這個就不行了 目前一天平均都在挑大概將近900顆 看到蘋果其實都會怕 選完蘋果之後 緊接著將一整顆蘋果浸在獨門秘方的糖漿裡頭 充分浸泡24小時 整整一天才能串起來 開始第二天的作業 目前師傅在做的這個蛋糕就是我們最招牌的蘋果年輪蛋糕 這個工序要三天 那目前現在在做的是第二天的工序 為了烤出蘋果年輪 師傅得要站在300度高溫的烤爐旁 一層層裹上面糊 工序繁複 一不小心手臂就會像這樣被烙印上一個個傷疤 我們在形狀上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最主要是因為東西給別人看到一個第一個就是攝 那攝就是視覺 那視覺不好 你總不能賣給人家不好的東西 在形狀方面我們非常的要求 只要它不符合我們的規定 我們就一律都打掉 不止烘焙蘋果年輪 旁邊的烤爐裡頭 則是葫蘆年輪蛋糕 瞧 因為蛋糕形狀不容易做成 光是在烘烤的過程就容易失敗 只要塑形沒拿捏好 一進烤箱很容易一個個掉下來 不好製作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他們研發 可以24小時不睡覺 可是這些孩子就是這麼樣的可愛 所以因為他們的努力 我覺得才能夠創造出這樣子的東西 年輪蛋糕其實是從德國傳進日本 在日本開始出名 而總經理林一梅跟她的丈夫前副方金控財務長 王傑先生 就是因為一趟日本行 開始決定把特別的年輪蛋糕引進台灣 也許是因為我們做了財務太久了 就覺得每天在看數字西夫 也是很無聊 那我先生呢 他最主要是他從小就有一個夢想 那個夢想就是他非常喜歡吃糕點 可以做出一層一層 然後讓人家覺得 越來越開心的東西出來 這個還蠻漂亮的嘛 對 現在目前 這品質都還算穩定 前金控集團的財務長夫婦轉戰糕點業 隔行如隔山 過程沒有想像中順利 這個是一波三折 日本也知道他不可能把技術給我們 然後他也不願意說把機器賣給我們 經過了 我們告訴他 我們會把師傅送到這邊來回去 我們真的是想要去做一個 類似像這樣子的傳承 因為台灣沒有這個東西 將夢想實踐的過程 費了林一梅王杰夫婦好大一番功夫 多次造訪日本業者 透過朋友幫忙 送師傅到日本進修 考核成功 好不容易赤資好幾千萬 買到機器也獲得技術 結果引進台灣之後 剛開始卻不受歡迎 大家也知道連輪我們是從日本裡面 引進過來的 所以甜度就跟台灣人的口味不一樣 日本人喜歡吃很甜的 結果一進來就不太受歡迎 所有的客人都說你的太甜了 太甜了 連說三次太甜了 可見台灣人當時有多不適應 日本人吃太甜的口味 而他們又砸下重本 用頂級果泥當食材 一年四季又用不同國家最好的富士蘋果 剛開始卻得不到消費者支持 真是陪慘了 非常的慘大 剛開始做的時候呢 我記得當時的營業 一天不到我親懷 慘淡的業績讓他們不得不一度在早上 煎賣早餐 索性最後靠著師傅們的努力 將口味調整 以及創新研發新口味 一年後生意開始好轉 現在還厲害到 就連啤酒都能成為果泥配方 果泥部分要讓它溫度低一點 不要是熱的再下啤酒的原因 是因為要讓它保留酒香味 這樣子吃起來的果凍 成為啤酒香又不會苦 白雪蜜桃切成果乾之後 加入酒調製 吃出酒香味也能吃到蜜桃顆粒 每逢母親節中秋節跟年節 就是年輪蛋糕大賣的時候 總是從巷頭排到巷尾 一天熱賣上千顆 有時候還得要等上一個月才拿得到 但不能只在三大節熱賣 如何擴展商機 他們延伸了觸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這邊的主持人 我叫佳蓉 今天很開心 就是媽媽可以到我們這邊 然後一起參加我們的 幸福茶Brown Tree的體驗活動 邀請孕婦或是生完小Baby的媽媽們 來到裝潢雅致的VIP門市 免費試吃多種口味的蛋糕 賀層鎖定媽媽們 搶攻彌月蛋糕市場 彌月這一塊 大家都知道嘛 我覺得最快樂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小Baby 它一定會讓一個家庭 變得不一樣 為此還特別成立了設計部門 製作新生兒獨一無二的 迷月卡片 甚至還成立了媽媽烘焙教室 請媽媽們免費來這兒做蛋糕 進而讓消費者了解 店內使用的天然跟頂級食材 無形之中 提升顧客對品牌的 信心跟認同度也建立口碑 從興趣到實踐 憑藉著一份想傳遞 幸福團員的堅持 從慘培到如今年週上億元 也總算開啟另一片天